跟大家簡單說一下定制網的構造 它其實就是一個很大型的陷阱漁法 也是宜蘭花東台東的一個特產 然後它就是靠海流的方式 讓會由魚類進入到陷阱裡面 比如說鰭魚、鰭魚或是鬼頭 歡迎回到海邊過日子 我是正在台灣東部環半島的Takuze 然後各位 我目前跟朋友開車到南澳這邊 但我不是在粉鳥林 而是在粉鳥林旁邊的遭陽漁港 然後會來到這裡 主要是我們在進行一個 男人們的浪漫之旅 有看過之前的影片 大家應該就會知道 我在Youtube認識一個 他號稱擁有全台灣定制網群組的攝影師 我們先簡稱他團長 然後某天團長就突然打電話跟我說 欸!下禮拜有沒有空 我帶你去逛台灣東部的定制漁場 我們順便來玩玩空拍 我先的確想說 欸不對啊 最近這個季節的魚 寄生種就超級多的 但是不過因為有空拍機啦 在這種畫面的驅使誘惑下 我還是跟老師被動性的休假四天 但說真的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南澳的遭陽漁港 這裡算是宜蘭最南端的漁港 不過大家最熟的 應該是上面那個海灘的秘境 就是粉鳥林 但其實這邊的風景 跟海邊的清澈度啊 真的是不輸粉鳥林 一樣是海水透明到 讓人想跳下去游泳 等等我們就直接用這邊的海水 來處理魚好了 嗯? 才剛讚美完就看到垃圾 欸拜託來這邊釣魚或遊玩的人 大家不要亂丟垃圾好嗎 帶回家或順便拿去垃圾桶 保護一下這片美麗的海洋環境 啊我順便丟垃圾 大家可不可以順便訂閱我一下 感謝大家 登登 空拍機出現了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看現場直播的空拍機畫面 所以我很期待它拍到定制網的樣子 而且好酷喔 它遙控的時候就已經是高清畫面了 接下來我們來欣賞美麗的南澳定制漁場 跟大家簡單說一下定制網的構造 它其實就是一個很大型的陷阱漁法 也是宜蘭花東台東的一個特產 然後它就是靠海流的方式 讓會有魚類進入到陷阱裡面 比如說騎魚、尖魚或是鬼頭刀 而且你看喔 他們在其實不會到很外海的地方 它整個浪就非常的大 所以你看 漁船整個在浪擺的情況下 如果一不注意的話 是很危險的事情 即便說在船運行的途中 他們也要進行魚類分類的工作 所以其實漁民的生活是相當辛苦的 就是在我們搶魚的時間裡面 其實也可以去想一下 這些魚到底是怎麼獲得的 我覺得這就是產地到餐桌 我們應該要去崇拜的一件事情 好,OK,漁船歸港了 那我們也要趕快跑去搶魚的地點 阿娘,我是要怕死人喔 欸,才一個晃神 一個空拍的時間 就這麼多人了 大家全部都拿著籃子在等待回來的漁船 但我們從看他們起魚 到現在大不過15分鐘左右 他們就把魚完完全全的都分類好了 我還要吃 看一下 來了 可以嗎 蠱蜢蜢 大隻喔 還是你要吃這個 你要吃粉絲對不對 本絲 其實這一條也可以喔 可是我味道太多 對啊 這一條也太多了 摸起來就是軟軟的 這對是綠啊 這個它是綠 喔 還有很多刺蔥耶 看來今天的主要魚種都是一大堆的 鞋娜 或是鞋娜號啊 還有很多很肥很肥的鯨魚 看起來現在買鯨魚真的是很中時 然後這個他們就是要拿去秤重 因為後面有大卡車在等 應該是批發商的車子 但我還是很好奇耶 其實台灣抓了這麼多鞋娜號 可是很難在市面上去看到 比如說超市有在賣它 不知道通常鞋娜號是會賣到哪個地方 難道全部都是做成罐頭嗎 這一次我們買的是蠻大隻的一隻鯨魚 好輕喔 很狂喔 你看大家每個人在排隊的那些鯨啊 通常都是拿兩三隻四五隻大隻的 我們是沒有辦法抓那麼多啊 接下來我們來看我們這隻鯨魚大概要多少錢 總共八十塊錢 這隻大鯨魚八十塊錢我覺得還OK 他們這邊剛好沒有什麼洗手台可以放鞋 可是我想說因為如果鯨魚不放鞋的話 會蠻臭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在港邊這邊處理 這邊的海水看上去是真的蠻清澈的 所以我們自己是不用擔心有什麼衛生的問題 不過如果還是擔心衛生魚魚的大家 千萬不要學我們 這個就當個人的喜好就OK了 然後放鞋完的鯨魚啊 記得還是用塑膠袋先包起來 不要讓它直接去接觸你的冰桶或是冰塊 這樣子比較不會傷到魚的身體 好包裝完成 接下來我們就要前往花蓮的民宿囉 好今天的晚餐就是來吃這條在南澳抓到的超肥鯨魚 首先呢一樣還是先來處理鱗片齁 然後大家千萬不要以為鯨魚很光滑就沒有鱗片 越大隻的鯨魚鱗片越多 所以處理前一定要記得把它刮乾淨 好那鯨魚不用去塞齁 我直接把它的頭切斷就可以了 沿著它的胸臍的後面那一條直接切斷 再來就是驅逐內臟的部分 從鋼門開始直接劃一刀 就可以把它的內臟給拉出來 這隻鯨魚是公的 因為你看它的金草其實還蠻多的 表示現在是它的繁殖季節 我們來檢查內臟一下 來來來來你看你看 通常只要是當季的魚啊 或是很肥的魚啊 比如說鯨魚跟安娜號 他們就會有很多海獸衛線蟲 在它的內臟裡面 你看那些一圈一圈白色的啊 全部全部都是寄生蟲 我用刀子把它挑出來給大家看 你們看有沒有 這個圓圓的還會蠕動 就是海獸衛線蟲 所以通常出現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不會吃生魚片啦 不然如果你要吃生魚片 你還是得要檢查它的魚肉裡面 到底有沒有這些蟲蟲 好再來我們稍微清理一下 它的血核的那些血 然後就可以開始來處理了 處理之前呢 一樣我們要先把它的體表先擦乾淨 血核的地方也要擦乾淨 OK現在來處理它的三枚切 一樣就是從尾部跟背部這樣子 把它慢慢割開來 切的時候盡量貼著它的骨頭去切 這樣才不會一直切到肉 等到肉片切完之後 就是把它的那個肋骨的地方給切斷 尾巴也切斷 這樣子上面切就完成了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骨頭 或是它的肉有沒有一些寄生蟲出現 不過比較特別的是 你看這個魚肉反白的地方 其實都是它很油的地方 所以這隻魚還是算油的 我們先把它的復骨給削下來 這樣子我們會比較好切塊 把青魚的皮用力的給它撕下去 最後再把中間那個肋尖骨給切掉 這樣子就可以去吃到五次的青魚了 如果想要吃到有刺的話 或是覺得沒差可以省略這個步驟沒關係 至於炸魚塊的大小呢 就看大家喜歡的大小 有些人可能比較喜歡吃大塊的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比較吃小塊的 就隨意的切就可以了 炸青魚吃鹼一樣用醬油跟味醂先去醃製一下 然後用素薯粉把它整個包裹起來 差不多炸個一兩分鐘其實就差不多了 兩面翻到金黃 好 OK 料理完成 雖然這隻青魚有很多海獸威仙蟲 不過我們還是想吃看它的生魚片 到底長什麼樣子 其實吃起來有點粉 說實在的 如果它沒有熟成的話 其實你會吃不出它很有的感覺 那我倒覺得呢 這次的青魚炸青魚是最好吃的 特別是它沾番茄醬的樣子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這個季節的青魚真的非常大隻 可以去抓過來炸看看 最後謝謝各位看到這邊 然後記得訂閱我們喔 謝謝大家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